市長可以這邊請嗎 市長 最近柯文哲啊 身世易捷 昨天看長你好像有提出一套 要怎麼贏柯文哲的辦法 沒有柯P他這個在藍綠之間 只要有堅強的團隊 柯P就會陷入苦戰 那藍綠之間如果有鬆動或內部不團結的跡象 柯P一定會一枝獨秀的成長 這是必然的 那您剛說啊 在柯卡圖的情況下 這是我的判斷 那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是我只是說 藍綠兩黨如果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在未來 柯P就會陷入苦戰 如果藍綠本身陷入自己的不團結的話 或者內部有一些不愉快的情況之下的話 沒有辦法整合力量的話 柯P就會一定會一枝獨秀的成長 這是一定的 那您剛剛說啊 就是其實過去這段時間啊 對文化局都那個沒有任何的動作啊 是因為在包容 那今天文化局被拋紅的這麼慘啊 你剛剛說的 退收的高級市府官員是幾個誰 我想這個我就不用表述他的名字了 這個在高雄是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我為什麼不採取動作 是因為我相信第一個人性都善良 第二個軍公教有他一定的素質存在 他一心一意行政中立為人民服務的話 不用為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服務的話 他自然會回到這個主流的王道這個路上 真正的為人民來打拼 而不是為某些特定的政黨來服務 所以我一直抱持一個良善的心 希望風氣能夠改變 至於這一位退休的高級長官的名字 我想不用我去講 大概整個高雄市 只要稍微有點了解的 內行一點的 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來 市長行政院肯定發稅 有可能會不會造成地方執政困難 當然這是地方稅 我們一定強烈反對 尤其是高雄市政府 現在財政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呼籲行政院千萬不可以 那蔡英文執政三年 他的司法滿意度只有19% 那外傳可能是因為他把司法當作鬥爭的控制 外面對司法的看法 你看監察院都可以介入檢察官的這個 直接這個彈劾 那人民當然會失望 而且司法是整個社會最重要的一條防線 如果大多數將近70%左右的民眾都懷疑司法的話 政府已經真的是要好好來檢討的 那剛剛楊秀琦又在炮轟說 要您退出黨內出選 您怎麼看 我尊重楊縣長的看法 好不好 謝謝 市長說今天常常被黑 我開玩笑說 一聽不黑是你的意義 對啊 現在我 說我在一場吃檳榔 我每天都在咬著茶葉 好不好 我怎麼會有吃檳榔 現在每天黑了 黑到已經誇張了 好不好 這是因為我 為什麼含著茶葉是提升醒腦 保持精神 能夠專注 現在還說我在吃檳榔 現在黑的已經到誇張了 好不好 好 過來 謝謝